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的街舞 可以看到他的底色 王一博的舞台 每一次都是独一无二 他唱跳过两次舞感的舞台 一个旅冰沐语 一个星月浪漫 基于他对舞台深度的交流 才能用不同的风格来呈现 不重复 让这两个舞台成为他的一种经典 王一博身上肉眼可见的有一种强大的固执 只要有光的地方 哪怕只有一秒 也要做到极致的好 他内心的想法和情绪 一丝一缕都能从肢体的韵律里去表达 被理解 看他的街舞 可以更好的看到他的底色 如今他已是街舞的招牌 早早打下属于自己的江山 可当他再次出现在街舞六总决赛的 舞台时 他还是那个五官深刻的少年 灯光打在他身上那一刻 依然是他那种独特的灿烂 只是现在的他多了几分自如 少了那种要征服谁 非要证明什么的情绪了 这几年他闯入过很多领域 他怀揣着九五后可贵的自由感 不设标签 不限未来 虽然小编现在对他影视作品的期待高于他的舞台 但街舞始终是他赤血的起点 想起郭靖 他一生行走遇到过好多老师 但从嘉兴一路赶到大漠启蒙他的江南七怪 作为他的出师 永远是郭靖心里最辞师的情感 他们帮郭靖从小打上的为人之魂和功夫之本 是其他人都无法比拟的 如果这个世界真有什么一夜成名 那这个夜一定是极漫长的 又或者是无数个夜累积起来的 是漫长的大漠朔月 是无数个洛杉矶四点的凌晨 是几年离乡背景拗手的四季 一个能升起月亮的身体 必然驮住了无数次日落 年少所有的努力 都是为了有一天能更好行走人间 的见自己 王一博的成长之路是特别的 无法复制的 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人 还是要在传统的学业轨道上拼搏 但至少从他身上有一种力量的东西是鼓舞人的 你要找到你喜欢的东西 你要坚持把一件事做到极致 2024年的街舞谢幕 大汗已过 时间如沙 人是回不到过去 成长也无法再来一次 错过了练 练 再练的机会 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若能极致地坚持下来 有一天我们来回故时 你会想这个拼命的过程是奇迹的 抽丝包茧 层层都有美妙 愿每一个告别昨天的人 此后冬夜多温暖 早得见春明 下一站会是他的谍战剧长风破浪了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